最近有小伙伴推荐玩一个陀螺 魔幻陀螺5 应该也是有动画的 有人看过没 玩具呢我感觉也会有点意思吧 因为造成像一辆摩托车 而且我还听说它和飞轮斗士很像 究竟有多像呢 一起来看看吧 前后轮发射一部战车两个陀螺 四面对战 就是陀螺两面一面是攻击 一面是防御 炫酷灯光 连续加速 多种游戏对战 那我这个是叫天火烈鹰 其他款是陀螺 背面是简单介绍 看这玩法确实和飞轮斗士一样 赶紧拆开玩一玩 里面就有主体陀螺说明书三样 主体配色红黄黑白 额头眼睛 还有这里是橙色透明件 这里还有一个绝缘片 坐垫这块是拉条 不是很长 拉动时还会发光 我怎么感觉胆次瞬间被拉低了 但应该也有人会感觉比较炫酷吧 再看一下陀螺 还是有点分量的 轮胎为合金 从小我就有这么个想法 为什么不把轮胎做成铁的呢 铁的就不怕钉子扎了呀 现在终于实现了 上面还有纹路 轮骨则是塑料的 坨尖有点区别 这两边好像一样 就是这五种类型应该是随机的 下方都有个齿轮 装上轮胎 应该没有前后轮之分吧 都可以装 拉动试一下 怎么是前驱的 后轮不会转 波动这里发射 现在再拉后轮会转了 反正就是不能一起转 主体就是这么一辆硬头摩托车了 车身的纹路还类似羽毛效果 先试着跑一下 这声音是要把我送走啊 好像没有完全跑起来 可能这桌面不适合它跑吧 换个场地 看来这轮胎果然不能用铁啊 用铁的话轮子没有抓地力就开不动 整个车身也比较重嘛 白瞎这么一辆小摩托了 但推的话还是能推动的 轮子也可以单独滚出去 换后轮 它怎么是往前滚啊 还带有一点搭射 不用拉也能滚出去 再来试一试陀螺王法 这算是左右手护博吧 声音还挺清脆 那么还是老规矩 来和这个对战一下 注意到要什么时候 这一条套 要怎么做呢 车丝 乱 软 倒 你别说还算比较厉害 再试试这个 也还可以 因为它一个里面有两个轮子 所以我同时方是两个很合理吧 这样确实强了很多 和它就不用比了吧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那么在玩法方面 它俩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个算是有所升级吧 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能挂腰上 可能因为比较重吧 但它叫他一声爷爷不过分吧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这个